小美是一名芭蕾舞者,深夜她来到舞蹈练习室,熟练地换上芭蕾舞鞋,踮起脚尖开始做人身运动,突然灯光开始闪烁,看样子这舞蹈房已经有些年头了,小美似乎已经习惯,换了个位置,继续对着镜子翩翩起舞,只见她漂亮地旋转,用足尖在空中,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,突然灯光再次闪烁,小美吓了一跳,调整心态后准备继续练习,这时镜子里传来诡异的声音,她惊恐地回头, 却发现镜子里的自己慢了半拍,小美以为自己眼花了,于是抬起脚,开始试探镜子中的自己,镜子里的每一个动作,都和自己是同步的,小美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吧,突然她猛地转过身,吓得她落荒而逃,可小美发现,镜子中的自己并没有追上来,出于好奇,她转身向着镜子走去,看到镜子中的人没有恶意,并且对方是出不了镜子的,这时她开始搂着腰举起手, 做起了舞蹈动作,小美非常疑惑,开始重复着她的动作,看到小美在学她,镜子里的人非常开心,接着又开始做了一套动作,但她的动作明显不对,小美给她示范了一遍正确的动作,镜子学了一遍还是不对,就这样小美十分耐心的,一遍又一遍教镜子做这个动作,可没想到对方开始变得直到,突然脚一蹬, 小美疼得倒在地上,镜子里的自己却露出了得逞的微笑,原来她可以控制小美,这时手机铃声响起,小美艰难地爬过去,可镜子中的人却慢慢抬起手, 鑽心的疼痛感袭来,小美强忍着站起来,想要对镜子里的自己反抗,可下一秒,镜子竟然抱住了自己的脑袋 小美倒下的那一刻,镜子里的小美,开始缓缓跳起了舞蹈,终于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跳舞了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,我们不应该用自己的标准,来去衡量别人,限制别人做她想做的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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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